現在天氣真是很反復 女兒又日咳夜咳 煮一個清心潤肺的南北杏菜乾豬骨湯給他潤 喝完喉嚨都舒服很多 5 點鐘去超市已經什麼都沒有 9 元本一大盒的豬頭骨都不要放過 其實豬全身都是補 豬頭骨又多肉又嫩滑 只要處理得好 營養得來又美味 眼睫毛如果不喜歡就炆掉 豬嘴口水要清洗乾淨 如果有牙刷可以順便擦擦 飛水前先用冷水浸20分鐘浸出血水 自己曬的菜乾有一點灰塵 聞起來有很清新的菜乾味 如果聞到有發毛的味道就千萬不要 同樣用清水浸20分鐘 浸久一點等煮好時可以省眉氣 再配一點肉粥蓮子南北杏 上湯喝起來更清甜配三粒蜜棗 豬頭骨浸水後拍薑開始飛水 一定要凍水落鑊 豬頭骨煮時就特別多浮沒 不斷地將它撈走 如果不及時將它撈走 又會重新黏在骨頭上 徹底煮熟透後 用清水再沖洗多一次 用到將豬頭骨裡面白色的角質層刮乾淨 豬頭骨吃起來鬆不鬆 就看你處理得乾不乾淨 所以最後清洗步驟一定要有耐心 這樣9元半的豬頭骨煮出來的湯一樣很清甜 一輩子只擦一次的芽就不要 豬頭骨上面的淋巴結有毒素又不好吃 記得撕走它 全部再清洗多兩次就搞定了 飛過水的薑也不要浪費 菜乾的菜頭有泥沙又超級硬 剪走它不要 再將菜乾剪成細段 這樣煮就容易出味好多 這麼多豬頭骨最好找個大一點的芽煮 將材料全部放進去 煮湯的水要一次性加滿 這麼猛料真的在湯煲也賺飽 差點忘了加一些吃極都吃不完的聰明豆 大火煮煮轉小火煮一個小時 喜歡喝老火湯就煮兩個小時 煮了整個小時在家門口都可以聞到菜乾的香味 處理得乾淨的豬頭骨湯非常清澈 怕肥就將湯上面的油撈走 一煮正到爆的菜乾難不幸豬頭骨湯就搞定了 菜乾會將豬骨的油份吸收 所以這個湯喝起來特別清爽 煮了一個小時的豬頭骨就剛剛脫肉 麵豬燈肉吃起來特別嫩滑 撈起一大盤又是一道菜 這樣湯和菜就解決了 盛低的湯加點鹽就可以喝 煮淋的白菜乾也很好吃 等天氣好時再曬到菜乾以備不時之需 即使在家閘一個月都有菜式 淋熱油在沙薑和蔥花上面 再加點美麗頭鮮是秘製醬汁 是湯渣最佳伴侶 小朋友很喜歡喝這個湯 一口氣可以喝兩碗 我是小貝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點個讚